大家好,我是TJ 庭政 然後我今天要報這個Dogop的抬頭 好,然後總之 第一個我們先澄清一個概念就是說 現在先調查一下 有跟政府機關要過資料 不管你是用那個網站Data GOV那個網站要 或者是申請書去要過的警局手下 然後有被拒絕過的留者 好,OK 那大概是這樣 就是那個網站它的概念 它比較像是 現在政府主推的比較是這個 政府只要開放這邊這塊 那它比較著重在從便利用 比如說是CSV追蹤這邊 它跟我們今天要講的 政府資訊公開不太一樣 政府資訊公開 最特別的就是說 你被拒絕提供資料的時候 還是可以跟它爭取 而且是正式的法律制度 可以去訴訟等等 不過這個制度 在成熟民主國家它很強健 做得很好的地方 就是很多制度比較起來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 在成熟民主國家 它的NGO還有新聞媒體都常常利用 學術研究也常常利用 但是現況來說 台灣的FYA就是資訊最有法 政府資訊公開法其實做得很爛 等一下給大家看多爛 那唐鳳自己也說了 就是說 之前G0D的一個專案有去調查過 有去訪問過 那他自己也有講過說 民眾多半國異 這是全世界電敵國家 台灣 它比 台灣做得比 總統人民共的國還差 它在排名 全世界128個國家裡面排118 那大家可以看到 越深色越紅色的是 好 那其實問題很多 一直以來新聞都很多 那 可是一直以來都沒有一個很好的調查 比如說上面可以看到 這個是之前的 這套小幫手的專案做的統計 黃色這一塊是具有公開 那下面這個是政府自己做的統計 藍色這一部分是有核准公開 那比例其實差很多 大家可以再看同影片 那我們要做的專案就是說 實際去調查 寫一封申請書過去 然後回來 有一個統計結果 做一個調查 所以我這裡的需求就是說 需要有人一起寫申請書 然後需要資料科學 需要進行分析 然後也需要有人 去爬以前的邊界案例 去進行壓力測試 譬如說法院明明說過這個要公開的東西 結果你寫申請書過去 它還是不公開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在上面做文章 那我們目標傳說是一個統計分析報告 還有DELACET 謝謝 謝謝局長 然後